其實我要介紹兩個小朋友 其實應該是三個小朋友給大家認識的 OK 我看完我就真的驚為天人 我首先要講一講 這三姐弟 大家姐、二哥、弟弟 都是港日混血兒 或者日港混血兒是爸爸日本人 媽媽就全識籌他們 其實我想她沒有想過我會講這麼多這些 背景那些就不用特別說了 即是她們怎樣介紹父母 其實選擇結婚之後 就在香港生活 就不是在日本生活 所以她們幾個小朋友 都是粗流利的廣東話 那我怎麼認識她們呢 因為她們一家人 我想除了爸爸以外 都是我們的聽眾 包括她媽媽三個小朋友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媽媽會給小孩子聽這些東西 為什麼 聽這些節目 應該要早聽 但是我發現她們三個小朋友 其實她的姐姐和二哥 都是我結他班的同學 或者師妹妹 有一天她媽媽跟我說 就發了一段影片給我 原來她們經常會拍一些開箱片 你知道什麼叫開箱片 那我為什麼會拍這些做什麼 她沒有我們自己拍來玩 純粹用來玩的 OK 那我媽媽經常買很多東西給你拍 那她就發了一段影片給我看 那我覺得 哇 她們是完全沒有人教 她們讀的書也不是讀這些 很有才能 那接著我 因為我認識她們 她們是讀本地小學中學 為什麼呢 她媽媽說不需要讀民校 就跟著那些什麼 但是她們的課外活動是極多的 她媽媽學打台拳 彈琴 彈吉他 去玩啊 砌Lago 你喜歡什麼 總而言之就是很支持她們 做任何她們喜歡做的事情 由她們發展 她們完全沒有讀過媒體 什麼都不認識 但是由她們發展 因為我認識她們 我就在想 為什麼 我不是說香港沒有這些小孩 正所謂年年每年 江山代有人才 大家在成長環境不同 接收的信息 的量和質都不同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用回我們那種想法 來栽培我們的下一代呢 譬如 入好的學校 其實全世界都有這樣的事情 走那條路 你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這條路舒服 因為這條路在以前成功過 譬如你如果在六十年代 比如你五十年代出生 六十年代 你入到 你升中試考到那間中學 他升中試不行 他就真的出來 做車房 可能都找到吃 那時候百花齊房 但是是不是辛苦一些 他真的做過醫生 是不是富貴很多 舒服很多 受尊重很多 於是這條路成功的路 加上他們的儒家思想 又說 那些書中試的黃金屋 又說 那些枝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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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他們的小朋友 其實本身每一個 原來都有些 在現在來說 我不覺得那些是 是有些 情緒或者 活動 是有問題的 但是隨著 因為他媽媽是全息照顧他們 這件事是最難得難 問心 我呀我太太 都不是全息照顧 但基本上一放工就照顧著兒子 我記得小時候 其實我自己看下去 社會畢竟不同了 很難做得到這件事 就是媽媽親自醜 其實我過去幾十年的經驗 只要家裡是正正常常的家庭 其實子女就一定不會 孤零精怪 你說不是 我明明 我吵那隻雞 吵你老母 一個醫生律師 你不要打算去醫生律師住山頂 就一定是正正常常的家庭 正正常常的家庭 其實就是父母 我起碼要有足夠的時間陪小兒子 小兒子一張白紙 他也不會 他也不認識他父母 是有錢沒有錢 漂亮不漂亮 他就是要父母陪他 這個是很重要 我講這麼多 我當然要鋪陳他們的片 接著一段十一分鐘的片 看完我覺得你們都會 覺得如果家裡有這樣的小朋友 你會很欣賞 放片 放片 哇 吃得 orchard 吃得味嗎 吃得味呀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雪 poured 我是孫雅 阿我們今天係要拍一個開箱片 嗯 哪有哪有 Sveres 都是在啤梨漫步買的 啤梨漫步不是只是拍攝的嗎 啤梨漫步除了拍Youtube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我們今天就開箱試吃啤梨漫步的產品 好 神奕 你第一件事想試什麼 街馬記的紅蕉翅和鮑魚 神奕 你真的懂得吃了 這個紅蕉翅和鮑魚是非常方便 因為它已經是預先煮好了 我們拿出來解凍了 之後就可以馬上吃了 好適合我們這些繁忙的香港人 還有鮑魚呢 這個鮑魚是南非吉品唐生五頭鮑 什麼五頭鮑 待會你就知道了 五頭鮑其實是代工的大小 它是一公斤只有五隻 可想而知它是多大隻 是不是很想快點吃呢 那我們就快點煮來吃 那鮑魚和紅蕉似乎都快點緊 我們現在要試什麼 我們就開箱了這個Look at me 其實這個Look at me 就是眼睛很有益處的保健產品 常常我們要試一條 它的包裝是這樣細細條 那我們就開來試一下 很香 我們來試一下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純仔你知道這個Look at me 它裡面有十款很珍貴的成分 它的成分包括甜菊糖 做米 萬獸菊 黑吉林寺 紅蘿蔔 桑子 包括麗兹和蒟藥 嘩 有這麼多豐富的成分 難怪我現在看到眼睛就啵啵啵啵了 那我們下一項要試什麼 那我們下一項要試什麼 那我們下一項要試 這瓶醋 有什麼功效 這瓶醋有三大功效 可以疏忽品管 調整體質 和大便腸通 很適合你 今天快試一下 這瓶醋 附送了一個小杯 每天早上有25ml 就可以達到非常好的功效 那我們現在快點試喝 搖一搖它 嗯 很淡蒜頭味 好像那些蒜蓉包的味 嗯 那我們倒出來喝了 嗯 好了 那陈友 你先試吧 很好吃啊陈友 好了 那到我試了 好吃 很淡蒜頭味 還有呢 加上一些醋味 是非常之容易入口 即是不會說 太過重蒜頭味 令到我們很難入口 這個是非常好喝 所以是非常推介大家的 這個純天棉鏡醋 就適合了老人家 我一定買一瓶給公公和婆婆 喵喵 這是什麼來的 這個紫色的很特別 其實這個就是 紅酒絞頭 還有呢 我們也準備了這個玻璃盆 因為我們吃完幾粒之後 吃不完就可以倒下去了 那把雪果就容易放得久一點 好,那我們開來試一下 哇,那是紅酒的味 我們倒出來了 哇,我們快點馬上試一下 它好像洋蔥 嗯 而且它很脆 很新鮮 雖然它有些紅酒味 但它又不會令你會醉的那種紅酒 所以我覺得 小朋友也很適合這個 純天,我們下一樣東西 就試這個 龜蘭糕 龜蘭糕有什麼特別啊 這個龜蘭糕有三種味 就有原味 桂花味和薄荷味 那我們今天就要試這個 桂花味 除此之外 這個龜蘭糕 就附送了不同的調味料 就有這些 煉奶和蜜糖 那你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可以放煉奶和蜜糖 純天,你知道拿些什麼嗎 煉奶 那我就放蜜糖 純天,我們快點開來試一下 嗯 這麼難扭的 這麼難扭的? 不用怕 它還附送了這個神奇的扭蓋器 你放上去 很容易就一部分就能扭開了 你試一下 不如用這個東西 我用另一個方法開 然後用這個很簡單 只要把它塞在鍋裡 然後好像扭螺絲一樣 扭了一聲就可以了 對嗎? 你說 嘩,這麼厲害 純天,我用這個綠色的東西 開始 嗯,都開到了 那純天,我們快點馬上試吃 我們先加了這個醬 還有它有筋送給我們的 它的筋是很特別的 可以抹 嗯 我們吃了 いただきます 嘩,它是很濃的 菇林菇味的 大家可以看看 試試 嗯 好吃 原來加了煉奶 是很配的 我以為是很不配 但是真的很好吃 而且這個菇林菇 真的有些桂花的清香 真的很好吃 嗯 純天,我可不可以試試你的煉奶 好 嗯 嗯,煉奶真的不同味 嗯 加了煉奶之後 整個感覺不同了 整個菇林菇的味道是濃郁了 嘩,這麼快就做好了 我想快點吃 好啊 好啊 吃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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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個紅燒廁終於做好了 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開來看看 好 嘩,好香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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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都流了好水 真的 好多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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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終於開到了 大家看看 它足料到 用筋根本拋不起 老闆人 我們馬上吃吧 嗯 好吃啊 超好吃 很濃 很濃 是不是 要加點醋 嗯 你應該不加醋 其實它不已經很夠味 不過是加點甜味 可以 嘩 嘩 嘩 好像吃麵一樣 我們現在 嗯 好吃 是不是 超級好吃 大家一定要買 真的很好吃 是真材實料 買東西是真材實料 大家看看 正形剔透 真的很好吃 喝啤梨和沙蟹 真的太棒了 嗯 嗯 你試一下,好吃 我得不到 好,來吃鮑魚 好 哇 連鮑魚都做好了 好,我們上碟試吃吧 好,我們就吃完這個紅燒豉 咦,為什麼你還在吃呢 嘩,你真的吃得很好吃 我現在就準備了做這個鮑魚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南非吉品五頭包 我現在就開來看看 嘩 嘩 嘩 好大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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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見過這麼大的鮑魚 嘩 我的手掌這麼大 對 真的超大 好香 這是配白飯 吃之前我們要先放這個盤 先不要吃鮑魚 鮑魚放在中間 然後我們要放西蘭花在旁邊 我們放西蘭花後 就要放鵝掌 順便你幫我放 好大隻 好了 完成了 大家看看 做好了 當然還未完 我們還要把這些鮑魚汁 其實這些才是精華 我們現在先把水 先把水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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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淋完汁了 喂 還沒用筷子吃的 我們用刀叉吃的 我先試一下汁 好 好 好吃 真的嗎 先試一下 白飯 麻煩 好味 好濃味 配白飯更好吃 那我們吃鮑魚 いただきます 我們切來吃 好 好 好 我們終於可以吃了 耶 試一下 好軟 好好味 好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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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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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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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軟 好軟 我又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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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真的 好軟 好好軟 很厚 好軟 好軟 今天就介紹了很多不同款啤梨漫步上有賣的食物 其實就不止那麼少的食物 上面就有更多很棒的食物 金翔日如果想買這些東西要去哪裏 旺角新田記街576號新徽商業中心 七樓二十啤梨漫步中央就可以買的了 是啦 如果大家想買就記得 他們剛才經常說的地址 或者去啤梨漫步的YouTube頻道 或者是Facebook就可以聯絡到他們了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裏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 記得按讚和留言 還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就見 拜拜 你吃夠了嗎 好了 大家看到了 先不要理會他們的種族 正常家庭 你願意讓他們去多玩戶外活動 他們三姐弟有很多戶外活動 而且不是媽媽和爸爸要他們去玩 是他們自己選擇的 甚至乎哥哥是出去逛Catwalk的 好像在巴黎的那樣 總之他們去玩 喝去玩 其實他們家裡完全沒有訓練過 他們這些 小朋友開一張片賺錢 他們不是要賺錢 是純粹派來玩而已 當年他這段片是第一次給我 我已經覺得很OK 那些東西是他們給我賣的 我上次說完之後 我們馬上兩天而已 我星期日看到他們說完之後 昨天就給我一條片 令我想起 幾塊剪得加上字幕 也拍了 令我想起我們平時的專業朋友 是 對不對 其實那世代不同了 我和林匡正不會不認識 但是真的要有人教 他們摸就摸一下他們那一代 等於電話 都認識了 好像我兒子我沒有教過他的 他們好像天然就認識了 你說他們面對的世界又是不同了 你怎能用你再之前那一套去教他呢 父母對小朋友最重要是 夠時間陪他們 愛 好了 剛才說 納粹一眼以為是媽媽 你氣死了雪萊 嘉靖叫做雪萊 剛才你剛才說的 什麼意義 我聽說不是在家裡一座 我看到她是真人的 我看到她是真人的 五、六、七歲 六、七歲五、六歲就很可愛 是的 很厲害 大家除了聽他們介紹的產品 當然可以上去買 其實最重要是要支持他們的Ikawa TV 剛才有人問 那個頻道叫什麼名字 我心想 在旁邊就寫了 Ikawa TV Ikawa TV 等於我們看了一些台灣的行片 其實有時有她的頻道名字 就在旁邊 你們剛才五爪金龍兄 把連結放出來 如果你說不是 我們不會找連結 你去YouTube找很容易 Ikawa 就是Ikawa TV 其實有一個S就不用了 Ikawa TV 你找他們 訂閱 因為他們現在只有一百多十個 多點訂閱 我希望他們今晚之後 不要多說 起碼有五百個 那個弟弟也十歲 十歲的說 是嗎 誰說他十歲 你老婆 是嗎 我老婆反而知道他十歲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跟誰聊天 Ikawa TV Ikawa TV 大家可以訂閱 大家可以開心一下 很聰明 剛才有些人 他這麼小時候看《啤梨漫步》 首先第一 沒問題 有些老友記 會不會看《啤梨漫步》 小時候會難口 大家都要看 你難不難口 不會 不代表第二 你寧願他小時候看《啤梨漫步》 還是我們第二節 推廣那首歌 這個 《保衛香港》 還有 《印刷加油》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看《啤梨漫步》 是不是不會說粗口 就是 而且最主要是內容和精髓 而且方哥 說如果他們加點粗口就行了 方哥我過來給你拍 你在這裡不用說十五分鐘 說五分鐘的東西 加上粗口就行了 方哥就這樣 方哥就沒有了 還說現在出去吃大家樂 經過了兩年還吃大家樂 我屌你老母 剛才我上去Youtube 看《啤梨漫步》 在《啤梨漫步》 有七百六十個訂閱者 但反正他們都有七百六十 應該超越了肥力的 肥力的 肥力的九百多 我覺得大家真的給我面子 弟弟 好嗎 盡量去Youtube 這麼精靈很可愛 KAWA TV 其實你知道嗎 小三子弟 他們現在都很開心的 我相信 全小三子弟 如果你能夠變成一千個 肯定小朋友開心 你做大人也要 那你們都不做 你就是個全家屬 如果這樣聽見都不做 舉手之勞 你就真是 如果在香港無間地獄 繼續生活下去 他們是值得 值得 因為他們真的有趣 口齒靈利 好的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